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孙姐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Mystery安福B24.08 那进来的话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有一个鞋柜 然后有镜子 这边是一面镜墙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图 画在墙上 那我们再进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然后这边是有这个冰箱 然后有整套的这个厨房 然后再来的话这边的话是餐桌 然后一个柜子 这边有一个桌子可以写东西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沙发区 这个沙发还蛮漂亮的 蛮有造型的 然后这里是墙壁的这个电视 把它盯在墙壁上 那外面你可以看到很宽敞的阳台 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二郡安福区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再往主卧室里面走 这个后阳台呢 这边的话是有一台洗衣机 然后呢晒衣的设备已经都有了 所以是还蛮方便的 那往里面走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画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公用的洗手间 那这里有干湿分离的淋浴设备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间是客房 客房里面的话就是枕头啊床垫呢 这里都准备好了 那这边有一个书桌 梳妆台 然后这边一样是对外窗还算是很明亮 然后在这个房间里面呢 它就是有这个衣橱 冷气 这边都已经配备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主卧室 主卧室的话 您可以看到那这个主卧室的状况 一样一个很漂亮的床 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梳妆台 跟一个大镜子 还有两幅画 然后这边 这边是窗外的景色 可以看到其他洞的一个状况 然后看到一点点的合景 一点点的合景 那这是衣橱 然后过来这边的话 看到的就是整个的另外一间浴室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做长租跟短租 有兴趣要住房的朋友 请尽快跟我联络 好 好 好